大家好 老师今天请假 所以呢 我请潘老师 潘主任代课 今天要介绍的是 声音的部分 声音的部分 各位如果要播放声音的话 在Squatch的 声音积木里面 这边有播放的声音 如果是播放的部分 他的声音在你的 角色 你的角色的声音的 资料库里面呢 你必须要去做录音的动作 或是会录的动作 那录音的话很简单 就是把你的麦克风 装好之后呢 你直接按录音 然后按这个红点 就会开始录音 大家好 这样就停止 那你可以播放试试看 大家好 如果你觉得满意呢 你就按确定 他就会把录音的结果 放在这个地方 那你也可以把它名字改掉 改好之后呢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呢 在录音的部分就可以使用了 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你现在有两个声音 这边就会出现两个声音 所以我们在播放的时候呢 就会 就可以这样子播放声音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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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这个是播放声音的部分 那么他声音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 那比如说这是节奏的声音 节奏的音乐 节奏音乐 那这个小箭头呢 可以挑 你要用什么样的声音 这是节拍 你可以自己 改这个数字 好 好 那我们就把它叠起来 好 那这里第三个 我用 铜把 那这样听听看 这个用一拍好了 好 就 铜铜看音 那这时候 我再给他一个重复 好 那么一开始 他就会重复这个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因为我们 讲过 Squatch是一个多工的程式 所以他可以同时执行 两条以上的指令 好 两条以上的指令 那我们先来试试看 其他的弹奏音符的部分 那 音符呢 这边 这边可以选择乐器 你可以设定乐器 是哪一种乐器 比如说这个 抖音琴 然后呢 音符你的音调多高多低 从这边去做选择 从这个小三角形去做选择 比如说 我们来弹小蜜蜂好了 D 好 先复制一堆 好 D D RE MI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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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兩次嘛 小蜜蜂裡面有兩次 所以我們用控制這裡 可以重複執行兩次 試聽一下 再來是米發收 這也是兩次 所以我們一樣用兩次 再來是 收 拉 收 發 米 瑞 瑞 聽聽看 這也是兩次 包起來兩次 最後是 最後是 來聽聽看 齁 收 收 好 那但是這邊 我覺得這邊應該是要一拍會比較恰當 好 好 所以把結尾的地方稍微改一下 好 那這邊 左邊呢 主要的音樂的部分就完成 加上 加上我們剛剛記得嗎 剛剛說什麼 他可以同時執行兩條程式 把這邊當作伴奏的部分 好 來聽聽看喔 好 好 那所以 大概整個 這個音樂的部分 聲音的部分 你就可以 看到這個 節奏的部分 音樂的部分 還有可以播音的部分 都可以做得到 那如果你要調整節奏 在這邊做調整 好 那麼我現在來說 我們的 作業啦 作業就是像老師一樣 好 除了 老師的這一首之外 請你自己選一首 好 請你自己選一首 你熟悉的 音樂 然後配合 要配合有節奏的部分 要兩邊都要有 然後請你做一首完整的音樂 好 完整的音樂 好 不能只有前面幾句 要完整的 好 請各位開始做吧